这是我在台湾生活一年多 第一次收到移民署寄给我的信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呢 我犯了什么错误吗 我的证件也签了呀 但是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呢 拿到的时候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 我该怎么办呢 好害怕 不管了我们先猜猜看一下吧 这真的是新著名的惊喜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没错 我今天收到一封来自台北内政部移民署寄给我的一封信 当我拿到这一封信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 首先第一件我就想到的是 我是不是因为证件没签吗 可是我的证件在去年11月份之前 我就续签了 所以这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第二点就是 我是犯了什么错误吗 还是说有什么惊喜呢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移民署给我邀请函 然后呢去台北演讲呢 好了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把它拆开揭晓答案 这是主办单位是内政部移民署 好我们先让拆开哦 你好 内政部移民署目前正在办理112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调查 这个调查依据人口政策白皮书具体措施统计法第四条定期举办 主要是为了了解我国新住民在台湾的生活中 提供及需求 作为政府与民间团体推动相关新住民服务措施之参考 本调查特委托 点通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自112年6月至10月间会派讽员到你家中进行讽查 讽员可能会先以电话与你联系 再亲自与你进行讽认 讽员会携带移民署出去的公函并配挂讽员识识 局时请配合协助调查并具实填达 以立完成调查作业 所填资料仅供整体决策与统计分析之用 你个人资料绝对保密 也不会要求您提供身份证件 存责和丈夫等资料请放心解答 这上面说 您如有任何疑问可随时拨打 反诈专线查询 1990外来人事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求证 所以我可以打这个电话吗 亦可上班时间洽询执行单位 可以打电话去 这上面还有网址可以查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配合协助 进驻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没事就是对我们一个新著名的 一个生活需求的调查 对我们是好事 就是对新著名是一个惊喜来的 这真的是新著名的惊喜 真没想到台湾的移民署还会发这样的一封信件 就是来加讽 其实我前面所担心的很多 就是说我人生中是第一次收到移民署的信 对于我来说当然是有一些惊讶 然后呢又有点害怕 然后呢又充满了很多疑问 里面有没有惊喜 当然我们希望就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哈就是这是第四件还是第几次 然后呢每五年还是几年一次哈 我看到这上面有一个白皮书 我对白皮书这几个字根本就是不了解 所以呢我就上网搜了一下 那加讽这件事情呢 我所知道在以前就是外籍的配偶 然后叫到台湾以后呢 加讽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呢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呢 我们这一代好像就没有加讽的 我来台湾生活一年多了之后呢 我所在台湾生活中呢 所了解到的都没有遇到过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 我收到这份信的时候呢 我也发给了我新著名的朋友 还有就是台湾的朋友 我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移民署的信 那这封信呢里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点害怕 那我的朋友们也是很害怕 首先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是不是我的证件过期了 我这时候呢我就说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的证件在去年11月份之前 我就已经续签了 甚至呢我再来下2025年才到期 所以呢我的朋友们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都统一发出惊讶的表情 那两岸夫妻来讲 然后唯一经历过一次加讽 那就是当时我们的先生会收到说 要加讽这件事情 像我们家唯一一次就是结婚前 然后呢不知道是移民署还是哪里 就跟我先生说 会到我先生家里面去进行加讽 但实际上好像也没有 我不知道新住民们 你们的先生们 然后移民署 有没有去你们家家里面加讽呢 我是没有哦 我就是都没有经历过 说到加讽呢 我就想到一件事 那就是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啊 我们的老师会到学生家中去进行加讽 那就是主要是想要了解学生的父母啊 还有他的家庭啊 还有他的经济状况啊 就是若经济状况比较差的学生呢 老师呢就会跟相关的部门进行汇报 也应该是交易局吧 甚至呢有一些会适当的有一些补助 当时呢我们村里面呢就有一个男孩子 那他的妈妈呢是因为是残疾人 他的爸爸呢就是一般的工人也没有什么特技 那就是去乡镇啊 还有市区啊去做那种搬运工 就是跟人家搬东西这样子 拉东西这样子的 那个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收入也不高 因为拉一次的话 那时候的工钱大概是两块钱一炭这样子 所以说一天你跑几趟的话可能十几块钱 当然那时候物质价也比较低哈 不是现在哈 就是在以前 应该说是二十几年前了 对二十几年前 所以呢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呢 也不是很好 这时候呢学校呢就采取一个措施 就是给那一个男孩子的学费全面的 那至于他们家就是还有一些政府单位 给他们的补助 那这个补助呢可能也就是两三百块钱人民币 那就是一个月这样子供给他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他的穿着 就是衣服这方面呢 都是同学们 然后不穿的一些旧衣服 然后找给他穿 或者是村里面有一些男孩子 然后也是不穿的衣服 然后就找给他穿这样子 但是这个男孩子呢 就经常都是单兮兮的一生 那就是也没有人给他打理 因为他的爸爸要去做工 他的妈妈又是残疾人 就是精神状态不好的那种人嘛 所以说也经常就是会发疯这样子 那这个男孩子呢 他也很争气 就是他的学习非常好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但是他后来现在也是在我们老家做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也是有相当不错的一份工作 所以说那时候 他们老师对他这样的一个调查之后呢 他们家就得到这样的一些补助 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也不知道加讽是什么 什么滋味 是什么感受 那我记得就是我们学校呢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的学习非常好的话呢 老师会进行加讽 还有一种是 学习很不好的会进行加讽 这样子 就是这两种情况吧 那其他的呢就没有了 所以我呢 当时呢我们家也有 学习比较好的学生有进行加讽 但是他没有其他的补助 只是老师会个人 然后买一些辅导书啊 或者是买一些学习用品 给这个学生这样子 作为一个奖励 甚至呢就是分享一下呢 就是学习比较好的同学 在家里面会不会帮爸妈 做一些家务啊 或者是他都怎么来安排 他的学习的一个行程 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是在台湾 就是怎么在台湾结婚了 还要进行一个新住民的交讽 那这一封信呢就是针对我们新住民 家讽的哈 那据说以前呢是 家讽呢是为了逢子一些 就是假结婚的夫妻嘛 那这种事情呢 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是也没有办法体会的 在以前就是我们前辈 新住民的那一代的话呢 那几代吧 应该是说 就是前面有几代 他没有经历过就是家讽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我们没有经历过的 对 据说以前陆配嫁到台湾来的话呢 就是你拿到身份证以前的话呢 就是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呢 台湾的先生是要养他的配偶的 很庆幸就是我们这一代呢 叫来台湾只要拿到居留证 那么就可以开始去找工作了 我之前听过巧娘分享过 她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能留下来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吧 就是有时候呢 常常会忘记说 自己的证件是不是没有去签 尤其是不知道 而自己的先生也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意外的状况 那如果说被遣返回去的话 两边就是他们的夫妻两都会很心痛 经过这些路程 然后改革 我们这一代还真的是享福了很多 所以说这封信呢 那他也是第四次 好像是第四次吧 我是在网路上查到是这样子的 这都是对我们新住民的一个关照 看我们新住民是不是在台湾生活的好 工作封面啊 还有其他封面 我觉得挺好的 那台湾的政府不也是有一些机构会 举行那种 举办那种 就是扶持新住民 学语言啊 学技术这一块的 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对我们新住民的关照是特别多 我记得常有刷明说 你们这些新住民 你们这些路配交到台湾去的话呢 就是启示你要什么的 你看这移民署不是来给我们关照了吗 曾经我听过有很多关于 就是台湾夫妻加红的故事 有的甚至是被遣返回去的案例 比如说他证件过期自己不知道 就被遣返回去 或者是他打黑工 那以前的路配的话 没有拿到身份证之前呢 是不能工作的 有一些去打黑工啊 或者什么的 就会被抓什么的 这个呢 我也是看到 就是之前看到一些台剧 就是有关新住民的一些台剧 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这些都是前辈新住民 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 经过台湾的这些政策的改革 然后呢 让我们这一代的路配 有了很多的福利 当然呢 我也有看到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也有看到 有一位新住民的YouTuber 然后呢 受邀去移民署 分享他的一个经历 就是讲课 所以当我在想说 当时我在想说 是不是也是 等到我要去演讲呢 我就想了很多嘛 真没想到这封信 是给我们新住民的一个惊喜啊 就是看我们在这边 生活的好不好 如果说对我们有启示的话呢 那他还关心我们做什么呢 好啦 既然没什么大事 是一个惊喜 那我们要开开心心的出门 去找好吃的啦 Let's go 阿秀鹅肉店 阿秀鹅肉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回去我妈会不会认不出我来 认不出就算了 我们别家住 又不是你比我住 他说 你是冒牌了吧 你看以前的腰围64 现在腰围拉紧以后 68 不拉紧就是70 吃饱了可能72 算68穿了 算什么 我跟你养胖会用 表示你们家生活好 对好 但是要付费 付什么费 那我还叫你说 赶紧给我割掉吧 这些肉我不要了 我也省得见 不要你去购他卖 你去卖有钱 我又不能卖 那你把它割下来 去卖掉 那个天好黑 你们看到吗 你说是台风来了 真的好黑善妖怪 很大